花莲市美伦西畔有一批日具时期兴建的军社 俗称江军府 集聚历史价值 而经历了80多年的风霜 多数颓溃 而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 加上自筹款 四支2.5亿元修复 预计今年底将完成 而花莲县议会教育小组 20号上午也进行了业务的考察 了解目前的施工进度 以及相关的未来计划 江军府位于花莲市中正桥旁 花莲县兵队对面 建于1930年代 是一处木造宿舍聚落 有独栋室也有双兵式的建筑 日具时代是提供花莲港分屯大队军官的居住所 文资局也多便宜 因为修移动大概3000 那中间有文资局的反观跟委员来看 他知道我们是少数日式建筑群 在群院的部分有大质量的调料 所以这是第一个案例 他给警官的调查 而且才会给到5000 大概是这样 我再问一下 你那个消防室就是旁边这个所谓的消防室 对 因为我们这个都木造 万一有开的话 第一时间可能会很会助燃嘛 对不对 对 那你相关的所谓的消防的设备 有修订位吗 有 有今天 就是马达还有那个锤管 那里都有吗 我们连同那个停验的沙水 都是做防火间隔的功能 对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万一有状况 消防局还没到之前 是不是我们可以先自救 这个设备 有没有 这个设备有没有 有有 自救的设备 对 这批的日式宿舍极具文化资产价值 也是花莲县重要的文史地标 花莲县文化局向文化部争取前瞻计划经费 部分自筹赤资2.5亿 从2020年8月开始修缮工程资金 此次的历史建筑修缮 共是修复了大队长 官邸以及其他的七栋历史建筑物 以及厕所附属设施等 完善周边的景观 教育小组总招 魏嘉贤表示 此次的工程修缮 对于花莲市来讲 是相当重要的一处历史建筑群 那今天我们教育小组来到 我们将军府跟文化局来做现场的一个 監察跟公共工程的一个施作的情况 跟未来营运的一个方向 还有里面厂商想要做的一个 产业的部分 那我们做了一连串的一个讨论 那针对未来将军府这一块 移植建物还有我们补迹的部分 大家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 但是也希望未来在营运的过程里面 真的能够让地方的发展跟文化的部分 能够相结合 带动地方的一个繁荣 那更希望在这里 能够链接当地社区 区民的一个需求 配合当地领长的一个活动办理 那这才是我们将军府 过去大家一直希望推动一个方向的目标 那这次教育小组来到这边 也聆听了非常多 文化局的一个简报的部分 那未来我们会针对这些部分 来做气象的一个探讨 这是花莲历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文化资产整修案 为了让聚落群聚活化 在线历史的风华 未来将办理公开委外经营管理 征求合作的伙伴进驻 要求营运厂商能够维持 历史建筑物的风貌 在地文史体验 或是相关的展览活动 记者凌杰 华林寺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